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后近百年的历史中 英雄辈出 成都是当年蜀汉的国都所在 成都武侯祠是三国蜀汉英雄的纪念地 武侯祠因诸葛亮生前方武相侯 死后是中武侯儿的女 全中国现今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 人有十四宗 而我们成都武侯祠是其中最特殊的 因为这里不单是诸葛亮的纪念地 同时也是蜀汉皇帝刘备的灵 庙所在 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军城和寺寺庙 公元207年 刘备三公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辅佐四季 第二年 在赤壁大败曹操之后 势力得到迅速发展 公元221年4月 在成都称帝 国号汉 史称蜀汉 从抗击黄金军农民起义 到成都称帝 刘备用了37年的时间 他的成功是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 和对梦想的坚持 以及爱名如此的仁义之心 刘备临终前也不忘告诫儿子为人处事的道理 勿以恶效而为之 勿以善效而不为 为贤为德 能负于人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形象 才智卓越 是智慧的化身 公元207年 刘备以左将军的身份三国茅庐 拜访年仅27岁的诸葛亮 向他请教统一天下的大忌 诸葛亮被刘备李贤下世的精神所打动 于是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 提出了著名的龙中队 这也使得刘备最终能建立蜀汉基业 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 为此 刘备曾非常感慨地说道 乌之有孔明 如鱼之有水也 武侯此中还祭祀着14位英勇善政的大将 和14位族制多蒙的文臣 他们堪称忠义人勇的化身 为蜀汉基业的发展和建立 倾尽全力 甚至很多还显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好了 同学们 你们是否对武侯慈有所了解呢 期待你们有一天能够亲自来到成都 来到武侯慈 了解三国历史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